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主位一世大俚人 大家早 我們是阿彌陀佛 我們上次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 大智多人的故事 講到慈劍 有人問說 一個人他有很大的能力 他的力量勝過別人 並且他可以併吞其他的國家 乃至可以殺害別人 或者是說他可以田野去那些動物 那他所得到的利益很大 如果說叫他殺生 那他有什麼利益呢 那這個論主就回答說 他可以得到沒有驚嚇 沒有恐懼 可以得到安樂 因為他沒有害別人關係 所以他也不害怕 別人會傷害他 所以因為這樣子 所以沒有恐怖 沒有畏懼 一個喜歡殺生的人 他可能 他的地位極高 比如說當國王 即使在這麼高的地位 他也不覺得很安心 因為他可能害怕隨時 他喜歡殺生 也可能也害怕隨時有人會殺害他 那一個慈劍的人呢 他即使單獨遊行 還是說在晚上遊行 那他也沒有什麼畏懼 沒有什麼害怕 那相種的 喜歡殺生的人呢 有生命的東西 都不喜歡看到他 那如果 不會喜歡殺生 那一切的眾生 皆歡喜 依附 會靠近 那一個職業的人 他在靈靈周旬的時候 我們在往生的那一刻 他的心是安樂的 是沒有懷疑的 沒有果仁的 他不會想說 我這一生 這一輩子殺了 這麼多的生命 怎麼去償還 那如果說比較好的 他生到天上 或者生到人中 那常常會得到 長壽的果報 那這個不殺生 也是得到的因緣 也是修火的因緣 成果的因緣 而且可以助受無量 可以得到無量的壽命 那殺生的人呢 今世後世 會受種種的 身心的同仆 不殺生的人呢 你就沒有這一些疑 那這個就是最大的利益 所以我們一個行者 一個修行者 一個學活的人 要這樣子想 我很愛惜我的生命 不小心刀子割了 割到手指頭 好痛喔 我受傷的時候 我也是會痛 那別人也是這樣子 所以 眾生都是貪生怕死的 都是喜歡長壽的 喜歡生命的 喜愛生命的 所以我們不應該要 傷害眾生 不應該殺生 不應該傷害任何眾生 這個就是同理心 也是佛教 佛土教討我們 為什麼要吃素的關係 就是因為死非心 因為同理心 因為我怕被殺害 相同的別人也怕被殺害 所以我們世俗人講一句話說 螞蟻尚且偷生 螞蟻掉到水裡面 牠也要奮力的 游出水面 希望能夠生命游去 那所有所有的忠生 都是真實生命的 一個人如果喜歡殺生的話 牠會被善人責罵 會被別家 就是被你傷害的人 仇恨、嫉妒 然後 會被 如果喜歡傷害眾生的時候 牠會常常有部位 常常會滅別人所憎恨 而且死的時候 心懷苦恨 乃至於殺生比較重的 死後過地獄 那如果說沒有過地獄 你過在出生當中 或出生為人 有時候常常會管命 那這個就是有因果 這是佛教教的因果的關係 你種了什麼命 就會得什麼國 你種了殺生 那一般來講就是會有得到管命 或者病苦的這種因果 那下來要做一個假設 假設好了 你殺生後世沒有罪 善人也不會後責你 你不會責罵你 那願家也不會仇恨你 即使是這樣子的話 還是不應該要殺生 為什麼呢 因為對於一個好人 一個修行者來講 這一些都是不應該要做的 更何況 殺生是有罪的 而且是兩是有罪 不僅現在是有罪未來 還是有他的因果業報的 他有很多的惡果報的 所以就是說不可以殺生 因為傷 在所有的罪業當中是最重的 為什麼 因為人有死的危險 或有疾人的時候 我們都會不死重 要以國命為先 我們就是說 有什麼危機的時候 我們是以搶救生命為命 可見生命是最為重要的 那相種的殺戒也是最終之重 那他就舉一個例子 他講說 有一群人 有一群商人 他陸海去採寶 就是去採寶 去收集寶石 那他們要出海的時候 快要出來的時候 很不幸的船壞掉了 那所以他們自己只好 把那些珍寶都把它丟掉了 過去了 因為為了要保密 那有一個人 那就非常的 非常的歡喜 非常的高興 他就拍手說 哎 差一點就失了大堡 那大家就很奇怪啊 就跟他說 你的財物 你所有去海裡面 採的這些珍寶 全部都吃掉了 你現在是無所有的 那你為什麼還說 很高興 差一點失了大堡呢 那那個人就說 所有的一切珍寶當中呢 人命是最第一的 人命是第一的 因為人 是為了命而去求財 人是為了生活 為了延續生命 才去求財 求取財物 求取珍寶 而不是為了財 而故求命的 反過來是行不通的 所以是人是為了命 才求財的 因為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佛在實不善道 在實不善道 在實不善道 夜道經 夜道經裡面說 殺罪 是在罪中 實不善道就是殺身 偷道 諧 諧 還有虛謊 騙人的話 挑尖禮波的話 或者罵人出惡的話 或者雜慧 正語 也叫奇語 那另外就是心三種 貪稱邪見 這個是佛說的實不善 的行為 那殺身是排在第一個 那在五戒當中 五戒當中 不殺身 不通道 不邪語 不妄語 不英九 殺身也是排在第一個 日時善的話 就是五戒的元生 他只是講的比較微信 他分的 就是把妄語分的比較微信 那所以不管是五戒 或者十善 殺身 戒殺身就是排在第一個 所以如果說有人 他修了種種福德 他去布施啊 修忍路啊 修了種種的善事 但是他唯一就是 不辭殺身戒 就是說他去殺身 那這樣等於是 一切無所利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說一個人 那布施 那修種種的福德 他來世可能會附會有權 所以出生在附會人家 或者有很多的勢力豪強 但是你在附會人家 你卻沒有受命 可能出生幾個月就夭折了 幾歲就死了 那誰來受這個利益呢 我們也看過歷史上 也有很多這樣子的例子 有人出生在附會人家 但是幾歲之後 然後就是夭折了 就類似像這樣的狀況 就是沒有受命 所以因為這樣子 我們知道在所有的罪業當中 殺業是最重的 那在所有的功德當中 不殺當然是第一的 世間當中 所有的眾生當中 當然都是真行生命的 因為我們知道所有的眾生 他寧可干受處罰刑罰 他也希望保護他的生命 所以生命是一一大堡 眾生都是愛惜生命的 殺生是 他的罪業是最重的 所以 如果有人受見 比如說我們在受見的時候 我們會發願 就是說 從今日不殺一切眾生 所以當你在受見的時候 你心裡想 我從今日不殺一切眾生 當你發這樣大意願的時候 等於是在無量的眾生當中 你把所 把一般的人所最重愛的 所最珍惜的這個重物 就是生命 不失了 等於是 就是說 不殺生 那等於就是把眾生的生命 不失給眾生 所以佛我常常會說 這五界呢 就是五種大不知 所以要所得的功德 也是無量的 那這五種大不知大 就是五界的一個內容 就是不殺生 不通道 不嫌疑 不妄於 不飲酒 那裡面最大最大的不知 就是不殺生 所以一個人 行慈心上面 所以他的得福 他跟得到無量的福報 不僅是說 水果不害 刀逼不傷 一切惡毒所不能中 就是因為你受持了這五大戒 所以必然有什麼任何的災難 只要你沒有那個業力的話 都一樣 都不會 遭遇到你身上 所以有的人會抱怨說 為什麼我常常會有這麼這樣子這樣子 為了有這些災難 其實凡事當中都有 因緣果報的 那所以 十方三世當中 就是在我們這個宇宙當中 最為尊貴的 就是佛 我是最為第一的 那佛陀曾經告訴南提家 一個在家知識 他說 殺生有四種罪孽 何等為時 第一個 心常懷孤 事事不絕 就是你的心常常懷孤 不恨的心 怎麼樣去 佔別人 別人 你怎麼樣去傷害別人 而且這個心呢 是生真事 是跟著你的 然後第二個的話 是眾生真惡 人家都不喜歡看到你 看到你就恐懼害怕 然後第三個的話呢 常懷惡念思維惡事 你的思想都是負面的 或是不好的 然後第四個的話 就是眾生畏懼 好像看到手 或看到老虎一樣 很害怕看到你 然後第五個 就是睡覺的時候 心裡恐怖 然後即使醒的時候 也是常懷不安 就是常常會有點畏懼 那第六個的話 是睡夢 睡覺當中 常常有惡夢 第七個 命中之時 恍不餓死 也就是說我們 靈命中的時候 可能會有種種的 殘死的那種狀況 如果你的殺夜 非常非常重 非常惡劣的時候 你死的時候 是非常殘死的 那第八個 就是中短命的夜因緣 第九個 身外命中 過地律當中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然後第四個的話 如果是畜生為人 那常常是短命 所以這個就是佛陀告訴 這個南提江 這個魏洛伯社 說殺生有十種罪變 那所以我們行者 一個修行者 一個學活者 我們就是這樣子想 這個就是跟之前開始講的 一樣 就是說現有生命的東西 乃至於昆蟲 大家都非常珍惜 我們各自的生命 何況 怎麼可以為了餵食 或者為衣服 就是拿那些老虎啊 抱的皮來當我們的衣服 怎麼可以為了自己 而去傷害眾生呢 我們行者應該要學聖能法 就是學佛菩薩 我們應該學佛菩薩的智慧成就 而且實力欲足 就有種種的能力 而且能廣告眾生 常行職名 持佛菩薩劍 乃至於道達成佛 那 欸 行者應該要是 諸佛菩薩的這樣的行為 所以也應該要佛菩薩 所以讓我們一起來 修學佛菩薩劍 然後盡量吃素 如果你要不能吃素 那就盡量慢慢的減少 乃至於能夠佛菩薩 然後最好的是佛菩 就是保護生命 讓別人也得到生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會得到 安心以及長壽的火爆